2021年10月,《自然天文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研究 天文学家或许首次发现了银河系外的行星 注意哦,可不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系外行星 系外行星指的是太阳系外的行星 而这次说的是河外行星 也就是银河系外的行星 没错,是银河系外 我看到这一新闻着实吃了一惊啊 对银河系尺度稍有概念的小伙伴 应该都能体会到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我们平时观察到的那些太阳系外的行星 大都距离我们不到3000光年 而这颗位于漩涡星系M51中的行星 距离我们足足有2800万光年 相信你和我一样都很好奇 这么远的距离天文学家究竟是怎么发现一颗小小的行星的 其实原理很简单 与之前发现系外行星常用的方法一样 就是灵日法 和金星灵日水星灵日类似 当一颗行星它从母恒星前面经过的时候 我们会观测到这颗恒星的亮度会突然下降一点 其实平时的日时也算是一种灵日 月球灵日 就是月球挡住了太阳光 通常情况下 对于遥远的一颗小小的行星来说 它对恒星光芒的遮挡是极其有限的 仅凭恒星这种微弱的光度变化 还不足以确认它就一定是被行星挡住了 所以通常还需要配合另外的方式来一起确认 总之对于这些遥远的行星来说 天文学家是通过各种方式间接推测出来的 而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真的看见了一颗行星 这次发现的这颗候选行星 它位于一个名为M51ULSE的X射线双星系统 天文学家们正是通过观察到 该系统的X射线亮度下降 从而怀疑这里可能存在一颗行星 这个双星系统被认为有一个致密天体 可能是中子星也可能是黑洞 它在围绕着一颗大约20倍太阳质量的半星运行 而在外围围绕着它俩公转的 便是这颗候选行星 天文学家通过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的数据 发现在零日的这段时间 X射线辐射量减少得非常明显 甚至几乎到了零 随后数据又近似对称的上升了回去 根据这些信息和其他相关数据 研究人员估计这颗候选行星的个头应该不小 或许和土星相当 如果它真的是一颗行星 那么意味着它曾经有段非常可怕的经历 因为它的其中一颗母恒星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颗中子星或者黑洞了 这意味着它是在一场超新星爆发后幸存下来的 而另外的那颗20倍太阳质量的半星 未来还会再经历一次超新星爆发 不知道那个时候这颗行星 是否还有上次的好运气 截至目前 对于这颗行星 我们也只能称其为候选行星 并未能最终确认 因为对于这项研究有个尴尬的地方 就是根据轨道计算 它的公转周期太长了 下次临日现象至少要等到几十年后了 不过好消息是 除了M51星系 研究人员在我们本星系群的M31和M33中 也发现了类似数据 因此未来预计会有更多的核外候选行星被发现 这种核外行星虽然离我们很远 但是它和我们太阳系内的这些行星 仍然打通小异 都是围绕着恒星公转 但是在宇宙中还有一类非常特殊的行星 被称为流浪行星 流浪行星顾名思义 它是一种在星际空间中流浪的行星 因此也叫星际行星 当然它还有好多其他名字 像是游牧行星 孤儿行星 孤独行星 等等 总之它是一种不围绕任何恒星运行 或者只围绕星系核公转的 具有行星规模质量的天体 2011年 科学家通过引力微透镜 首度证明了星际行星的存在 并且推测银河系内 光木星大小的星际行星数量 可能就有恒星的两倍之多 这么多流浪行星 它们是从哪来的 目前推测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 它原本曾是某一个行星系统中的 一颗普通行星 也在围绕着母恒星公转 但是后来可能受到了 其他行星等天体的引力影响 从而被甩了出去 第二种可能是 在整个行星系统刚聚出星之时 当时还是一颗原行星的天体 早早被弹射了出来 另外一种可能是 这个天体是直接由原始的气体云坍缩形成的 就像恒星的形成一样 但是因为质量太小 最终核心没有达到聚变条件 从而成为了一颗非常巨大的行星 对于这三种情况打个比方 第一种是长大了被排挤走的 第二种是从小就离家出走的 而第三种纯粹就是野生的 这样是不是好解多了 对于最后一种野生的行星来说 它们的个头通常非常大 比如那种失败的恒星 赫矮星 但是至少要达到13倍木星质量 才能称得上是赫矮星 而实际中星际行星能够达到赫矮星的很少 更多的还是比赫矮星更小的次赫矮星 注意 赫矮星 次赫矮星 以及木星这类气态矩行星 它们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质量上 体积差异可能并不大 作为未能成功发育成恒星的赫矮星来说 它已经很失败了 但次赫矮星比它还失败 次赫矮星只需要达到一倍木星质量便可 所以它的各方面已经和行星非常类似 两者很难区分 以至于有些天文学家 对原本划分天体的方式提出了反对 有人会问 那木星算次赫矮星吗 当然不算 木星人家又不是孤儿 人家可是我们太阳系行星里的老大哥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比次赫矮星还要失败的天体 它被称为矮次赫矮星 光看着名字就知道它有多失败了吧 它的质量甚至还不到一个木星 其实平时很少需要分这么细 对于那些广泛的低于赫矮星质量的流浪行星等小天体 人们通常会简单统称其为星际天体 就像那个当年闯入太阳系 转了一圈就走了的奥默默一样 由于外星具有酷似外星飞船等原因 奥默默当年可算是个爆炸性新闻 关于奥默默起源的秘密 今年三月份还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表 下期我们专门来聊聊这个神秘的星际访客 奥默默 通俗与懂聊宇宙 我是林默 下期见 拜拜